论死亡 就像孩童畏惧黑暗一样 人类对死亡的畏惧 也由于听信了太多鬼怪的传说而增大 其实与其视死亡为恐怖 倒不如采取一种宗教性的虔诚 从而冷静地看待死亡 将其视为人生必不可免的归宿 以及对尘世罪孽的俗环 如果将死亡 看作是人对大自然被迫献祭 那么当然会对死亡心怀恐惧 不过在虔诚的沉思中 也会灿染虚妄和迷信 在一些修道式的苦行录中 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 试想一下一指受伤就极极痛苦 那么当死亡清损人体全身时 其痛苦不就要大多少倍了 实际上死亡的痛苦 未必比手指伤痛重 因为人身上致命的器官 也并非是感觉最灵敏的器官 所以Seneca以一个智者 和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讲是对的 伴随死亡而来的一切 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这是指人在面临死亡前的身影和静卵 惨白的肤色 亲友的悲好 丧服和葬礼 如此种种都把死亡的过程 称多得十分可怖 然而 人类的心灵并非如此软弱 以至于不能抵御和克服 对死亡的恐惧 人类可以召唤许多同伴 伙伴 帮助自己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复仇之心可以压倒死亡 爱情之心可以蔑视死亡 荣誉感可以使人现身死亡 哀痛之心可以使人奔赴死亡 而怯若软弱 却会使人在死亡尚未来到之前 心灵就先死了 我们在历史中曾看到 当奥托大帝福建自杀后 他的臣仆们只是出于忠诚和同情 一种软弱的感情 而甘愿毅然随之训身 而圣诺卡说过 厌倦和无聊会使人自杀 乏味和空虚也能置人于死命 尽管一个人既不英勇 也不悲惨 但有一点应当指出 那就是死亡 无法征服那种伟大的灵魂 这种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始终如一 不失其本色 奥古斯都大帝在弥留之际 他唯一关注的就是爱情 永别了 利维亚 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 而地皮流斯大帝根本不理会死亡的逼近 正如塔西托所说 他虽然体力日衰 智慧却有存 菲斯帕斯幽默地迎接死亡的降临 他坐在椅子上说 难道我就将这样成为神吗 卡尔巴斯死于意外 但他却勇敢地对那些刺客说 你们杀吧 只要这对罗马人民有利 随后就充容地迎紧救路 塞内流斯临时之前 惦念的还是他的工作 他的遗言是 如果还需要我半点什么 就快点拿来 诸如此类 誓死如规则 大有人在 从上文可以看出 斯图格学者们 未免把死亡看得太过严重了 以至于他们不厌其烦地讨论 对于死亡种种的精神准备 而诸维诺却说得好 死亡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种恩惠 死亡和生命都是自然的产物 一个婴儿的降生和死亡同样痛苦 在炙烈如火的激情中受伤的人 是感觉不到痛楚的 一个坚定执着有信念的心灵 也不会因对死亡的恐惧而陷入恐怖 人生最美好的晚格 无过于当你有一种价值的事业中 度过了一生之后 你还能够说 主啊 如今请让你的仆人离去 死亡还具有一种作用 它能够消歇尘世的种种困扰 打开赞美和名誉的大门 那些生前受到度恨的人 死后将为人类所敬养